好 看到民众党在这个部分呢 选后党内的风暴是否越演越烈 现在前文宣部主任柯玉安 现在也来表示了 在党内中平会有三股的势力 对不分区立委当选黄珊珊极为不满 好 针对呢 在黄珊珊为何面临这样的处境呢 我们可以看到前立委郭正亮就说了 因为黄珊珊在这一次的竞选过程 包含了不分区怎么挑啦 还有服选的预算怎么分配 要不要蓝白配等等关键的决策 都跟他有关系的 所以过程当中一定会得罪人 但是针对呢 这个柯玉安来说的 好 有三股势力 那么在柯文哲本人就说了 不晓得中平会有三股势力 也说常文太多 不用理会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了 现在呢 大家也来关注 新科的立委将要呢 来到这个立院 好 要来选出这个龙头 那民众党部分 关键的巴西喊出了要改革 还有呢 希望蓝绿都来面试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部分 亮哥就说了 民进党一定有派人 来跟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谈 否则柯文哲就不用进退两难了 包含在白营的部分 五位先任立委 一定有人分到位置 赖兴德想要用陈水扁 来当使用唐飞当葛魁的玩法 然后呢 把这个民众党变绿之后 就是吸干了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次也来参与这个立委选举 那么失利的蔡壁竹 好 她是前立委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也传出呢 是不是要回归民众党中央 来任职中央委员 不过呢 在这个新职称 是不是有玄机呢 好 现在蔡壁如说 她已经答应了选民 要留在台中选区 未来要继续的生根 那么针对这个中央委员的名称 好 亮哥就说了 蔡壁如决定要留在台中选区的话 民众党一定要给她一个身份 跟党能够连结 还要她帮忙来找 2026的县市议员候选人 好 所以这个2026 当然现在就要抢先来布局了 包含了大家来看到 民众党2026在双北的部分 是不是会推出二皇呢 新北市长侯宇尔还在执政 怎么可能 那么来搞一个联合提名 也不要做梦苏小会会让 所以新北市现在也被预言 在2026就是一个撒卡都 好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整个内部的 大家也关注了 是不是有这个分裂的情况呢 民众党27号在彰化 来举办了一个中部县市的感恩餐会 看到柯文哲跟蔡壁如 两个人在户外私聊了十多分钟 好 也被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照片 引发关注 神圣男医师就说了 真的有些唏嘘了 他也说如果柯文哲 2028再输一次 到时候才会知道 谁从头到尾陪着他 他说看到柯文哲跟蔡壁如 在餐会外头闲聊的背影 那么这个世界上真正为你有成就而高兴 而非只是过来分一杯羹的人就是他 甚至表示不幸的话 等到2028再输一次 民众党跟先前其他第三党一样泡沫化 那么你就知道 从头到尾陪在你身边的人就只有蔡壁如了 除了在中部之外 也看到在南部 柯文哲南部的感恩会 估八千人 但事实上来到现场一千人 在这感恩乐会 大家来看这个小草还在吗 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那么也因为民众党选后 爆出了党内的风暴 所以现在呢 大家对这个黄珊珊 是不是极为不满 我也认为他们对黄珊珊那种不满 这个早晚要结束了 黄珊珊事实上会引起不满 我觉得原因很简单 因为她是柯壁的总干事 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她做了三项关键决策都会得罪人 第一个就是蓝白盒吧 然后反对吧 那第二个就是 这个募集资源的分配 比如说你要支持哪个立委 要给多少钱这种的 那第三个就不分区 不分区的名单 是经过她过步的 那显然她有过滤掉一些人 你看这三个决策是不是都要得罪人 对 对不对 我坦白讲叫任何人去做都会得罪人 对啦 对不对 所以 现在她已经没有这样的权利了 因为接下来 这个又香又甜的民众党的资源 恐怕不是黄珊珊在决定吧 对 恐怕是立委吧 跟柯文哲吧 那黄珊珊只是其中一个立委啊 所以我认为 她会得罪那么多人 事上是柯文哲竞选期间 她的那个决策未至造成的 那这个总要有人做决策啊 对啊 蓝白合不合 总要有人出来半白脸黑脸 那预算怎么分 然后 这个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 这一类的不分区的名单嘛 对不对 不分区名单得罪的人可多了 而整个徐晓信表示 在新会期 国防外交委员会将会是她的第一志愿 而且会重点来关注浅建国造案 外界呢 担心会不会跟黄珊珊起冲突呢 不过她也回应了 并不会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父 相信如果是清白的自由功德 首先哦 目前从新闻上看来的话 它好像主要是希望到财政嘛 那也不是国防 所以或许不会有这个问题 还不一定 那第二点呢 就是 我觉得我也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我相信浅建国造案 里面有很多的猫腻跟问题 它是本来就应该要去查 查并不是 在查完之前就说 谁一定有罪 谁一定没罪 谁一定有错 谁一定没有错 那就是经过整个调查跟验证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能更知道事情的真相 所以我也觉得黄珊珊她作为立法委员 应该也不会因为她的哥哥 是国防部里面的重要的这个官员 所以呢 她可能就因为这样子睁着眼睛 但说瞎话看不到 我相信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我们不是只代表自己而已 不是代表自己的家人 是代表所有的民意 所以我不会先 这个 等于说先去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说黄珊珊一定会怎么样 那我相信如果一切清白 那当然经得起检验 检验过后 那就会自由公道 但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当然也不能因为说谁是谁的家人 所以案件就不用查 所以潜见国造的这个议题呢 我会继续追查到底 而且其实都有掌握一些新的市政跟资料 目前都在整理当中 那待进到国会之后 或许我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 就能够更深入的分析跟提出一些问题 好来看到呢 民进党立委王氏 既然2月1号重返立院了 那么回来了他表示会持续维持 他过去送礼物的习惯 我们来回忆一下 当市议员的时候 送了柯文哲市长 柯市长什么礼物呢 包含了像是调侃他木马屠城 好直接这个木马就来进城了 还有呢像是这个 好有魂五体的稻草人来暗奉柯文哲 以及大青蛙爱吹牛 另外还有看到自制了T恤 毛巾这个T恤部分 我就烂好配上一个这样的图像 还有呢说镜子看灵魂 全力的魔戒 奉刺鼠馒头要结束了 这个柯文哲永多全国第一 倒数 还有呢网军脚踏车 零零总总 哇这么多 所以大家就非常期待了 这一回呢要重返立院 那么他也爆料说过去 他还送过一件龙袍 通常呢柯文哲收到这个礼物 隔天就会还给他 结果这个龙袍 这回隔了十天才还 他说是不是呢 这个穿在办公室里头 感到很疗愈呢 来来看 准立委王世坚重返立院 号称头号柯黑的他大爆料 过去柯文哲当台北市场期间 王世坚送他龙袍 对比其他礼物 王世坚大亏柯文哲 应该很喜欢那件龙袍 一压十天没还 他猜搞不好柯文哲真是要穿 柯文哲想要当总统 我想已经很久了 他自比雍正 王世坚送的这个龙袍 真的送到了他心坎里 柯文哲可能真的很犹豫 这个龙袍要不要还 这回新国会三党不过半 龙头争霸 蓝营推寒将配出战 巴西民众党少数关键 却提条件还搞蓝绿闭门会议面试 民嘴炮轰 柯文哲狂摆架子作秀 搞流量将是这种下场 二月一号就结束了 现在玩得越过分 变成招致到赖清德的杀心更重 非要除之于后快 常用两个字你要懂得运用 常用之间啊 不能只有用 而没有常 柯文哲就是一直冲冲冲 不知道谦虚 蹲下来反省 到处占便宜 高姿态 口气很大 柯文哲是哈巴西立委 想趁国会选举 前置蓝绿两大党 但姿态百月高 就怕下场只会甩梗痛 记得下路李玄 A3小组台北报道 国民党立法政府院长候选人 韩国将启程 两个人呢 也拜会了民众党团 早上九点钟 就来到这边先进行大合照 那么民党立院党团总咒 柯建民批评 这场拜会是毫无意义的 私设刑堂 对此吴子佳也表示 柯文哲到二月一号就结束了 现在玩得越过分 赖清德呢 非要出自而后快 我跟你讲 二月一号就结束了 二月一号就没有了 而且他你现在玩得越过分 你就变成招致到赖清德的杀心更重 赖清德非要出自于后快 所以柯文哲不懂这个道理 这个叫 这个有两个字 中国字有两个字 一个就是收藏的长 则理上一个是长 一个是用 长用 两个字你要懂得运用 长用之间 不能只有用 而没有长 你知道吗 柯文哲就是一直冲冲冲冲冲冲 他从来不知道谦虚 从来不知道蹲下来 从来不知道去反省 他都没有 就一直不断的要到处占便宜 讲话要占便宜 要高姿态 反正就是 就是这个口气很大 我就只能说 碰红水贵 碰红水贵太薄吧 就是这个青蛙鼓得好大 根本没有没有没有实力 能骗就骗 其实我必须讲一个 就像我刚刚说 其实克主席的逻辑能力真的非常的强 我自己 我自己看了他这段时间 他的演讲或什么 说真的我从以前看他演讲会被他吸引的 会迷上他 但是你再仔细的把他东西拿出来 就重新没有内容 而且矛盾很多 没有明天跟今天不一样 天天变 所以所以有时候你看 他在台北市长第一任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讲出来的愿景 还有什么打币 真的讲的你会感动 但是他八年做完 你发现什么都没做 所以所以我这时候在高雄 我在高雄我去参加一个肇事的场合 因为我是不分区 我有这个义务要到场 然后我从造势的场子 做做这个做那个Uber去高铁站的时候 然后那个那个Uber司机就说 你怎么会来参加这个 我们要支持柯文哲 这讲讲了很多 那我只跟他回去 我就说 民主国家支持谁 我们都尊重 但是有时候是距离产生美感 那其实为什么叫距离产生美感 你看为什么柯文哲在台北市 他得票率是最后面 你就很清楚了 很多时候是这样 你做的好跟不好 就会反映在你的选票上面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